现在折叠屏手机受到不少消费者的喜爱 而这些屏幕如何实现柔韧自如 折而不磨的呢 一家来自苏签的磨材料企业 能告诉我们答案 折叠手机之所以能够折叠 离不开一种重要的工学材料 OCA胶膜 2021年我们自主研发的OCA工学胶 性能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成功实现了进口替代 产品可以弯折20万次以上 目前已经在多个手机品牌上面 应用 近年我们的这个产线就没有停过 订单已经排到了两个月以后了 2006年成立之初的斯迪克 只是一家普通的徒步厂 积膜 交年剂都需要从外采购 近年来企业通过不断创新 每年投入约1.5亿元进行技术研发 实现光学显示 性能源 微电子等领域应用材料的性能突破 拥有专利成果600余项 其中授权发明专利就达240余项 牵头并参与制定多项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已经形成了一条从基膜 交年剂 到智能化徒步的完整产业链 各种膜材料可以在我们这里一站式定制 今年公司的产值亿计达30亿元 同比增长50%左右 新材料不仅让手机越来越卷 还让它越来越薄 在每一个智能手机里面 都有几百个多层陶瓷电容器元件 而制造它的核心原料 全球有五分之一都来自博迁新材料 我们自主研发的80纳米粘粉的面式 生长出来的MLCC 尺寸更小 笼子更高 开启了更薄更轻巧的 高端智能电子产品的里程碑 我们自主研发的 长压下等离子体物理气氧能力法 也一举突破了国际的垄断 填补了国内产业化的空白 是国内第一 全球第二的MLCC 用业粉的制造商 一方面科技创新引领 让传统特色产业提滞唤新 另一方面苏千也在抢抓新机遇 向高攀登 打开发展新局面 神奇的玻璃纤维经过生产线 变成了航空航天 国防军工 医药健康 半导体 新能源等领域 供应的关键材料 破解了一个个卡脖子难题 南波院苏千新材料项目 是苏千承接南京波线院 科研成果转化的重点院地合作项目 2022年苏千强抓机遇 用时8个月完成30万平方米厂房建设 建成了目前全球单体产能 最大的波线绿纸智智能化生产车间 我们配套了自动化数字化生产设备 目前我们的绿纸二期正在建设中 预计2025年建成 建成后预计实现产值5亿元 除了斯迪克南波院苏千新材料 这样的奔跑者 苏千还聚集了双新彩素 颈红等磨繁生 以初步形成从母料加工 机材生产到功能磨研发 高新产品生产等环节 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目前苏千磨材料产业链 共有规模以上企业62家 实现产值220.7亿元 产业规模在全国占比超5% 下一步 六车数千是 木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三连行动计划 设施质改速转往年行动 推动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 一轮到十四五五 我们的木材料产业 能够突破300亿